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其他的就是类似媒介公关这样都可以接受 和媒体打交道 可以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百合网 他们有一个部门叫影视合作部门 就拍电影啊 电视剧啊 这种时候呢 就要和电影的出品方 电视剧的投资方去谈 这种事儿爱干吗 我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 都可以尝试 那么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你对行业 有没有要求 有一些要求 有没有一些考虑 我对行业 在时还没有 没有具体的一个要求 这样 我给你启发一下 看着我 好的 咱先搞不清楚 咱做什么 但是是不是脑子里面有说 那个行业我不做 比如说去婚恋网站呢 不做吧 不做 婚恋网站肯定不做 年轻轻小姑娘去那儿干嘛 这样对吧 为什么呀 什么 我说不是交流呢 什么为什么 喜欢和不喜欢需要理由吗 男朋友正好来婚恋网站 去你们那块就更找到了 来 看着我 婚恋网站不去吧 网站去不去 不去 网站也不去 为什么 在座的几家网站 我不是很感兴趣 不是很感兴趣 对 好 那咱们就说服务行业 比如说华旗 宿巴酒店 咖啡之意 聚焦摄影 人众人 斯凯乐旅游 服务用品 就是这些落地的服务行业 做不做 做 做 直觉上 你想去哪儿 直觉上 我觉得如果看老板的话 我想去